基于今天的分享呢 我必须要自报一下 如果说拖延症能够磨死人 能够咬人命的话 我觉得我能够称得上是杀人辱骂 其实对于拖延的当事人来说 我们不是不知道拖延不好 只是我们有太充分的理由来支撑自己了 嗯 其实这件事 好像我可以等到下一刻 再下一刻 就是这样 那下一周呢 305读书微信公众号 将和您一起从心理层面 来认识自己 面对拖延症 接下来与您分享共读预告 别了吧 拖延症 说到拖延症 很多人可能都会轻轻叹气 唉 那说的不就是我吗 让我们来看看 一个拖延症患者的日常 明明有很多事要做 也知道一定要尽早开始 但身体 我这个人是有病吧 神的 谁来救救我的拖延症啊 直到最后 截至日期来临 我们才做出最后的抉择 干活吧 逃不过去了 或者 事情还没有这么糟 为什么当初我不早一点开始做呢 下次一定要早点开始 可当下一次任务来临的时候 我们又会开始新一圈的循环 我要去工作了 不不不 先看个电影吧 这个恶性循环 就是简伯克和莱诺拉元 所提出的拖延怪圈 每天都有无数自诩为 拖延症晚期患者的人们 在这个怪圈里 周而复始地 把拖延这件事一再重复 如果你也曾受到拖延症的困扰 那么我这里有一个 值得你安慰的好消息 那就是大部分拖延的根源 都是追求完美主义 大部分的拖延症患者 其实也都是完美主义者 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 我怎么会是完美主义者呢 完美主义者不应该拖延 如果这么想 那你就错了 回想一下 每次你想要拖延的时候 逃避的到底是那份工作 还是万一工作失败以后 带来的挫折 打击和别人的嘲讽呢 你是不是总在告诉自己 哎呀 我这次是时间太紧了才会做成这样 如果下次早一点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呢 其实 这两份感受的根源 都是来自于一个人过于追求完美 害怕面对失败的后果 不敢承认自己 其实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但是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一切的问题都会有解决的答案 这个答案 就在我们下周要和大家共读的这本 《拖延心理学》里面 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提出了 拖延怪圈理论的简博克和莱诺拉元博士 他们从1979年 就开始为学生中的拖延患者 创设了第一个团队治疗科创 他们曾经出现在奥普拉和20分之20等电视节目中 同时也是纽约时报 今日美国 洛杉矶时报 人物和当代心理学等出版物的专访对象 他们通过多年的时间研究 检别 检查我们会将事情推后的原因 也就是对失败 控制疏远和依附的恐惧 再加上我们对时间概念的小小差异 为我们进一步地了解自己 了解拖延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拖延心理学这本书中 作者为我们介绍了达成目标 管理时间 谋求支持和处理压力等一系列方案 来克服拖延问题 还考虑到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代文化诉求 以及诸如注意力缺失紧乱症 执行功能障碍症等神经认知问题对拖延的影响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战胜拖延的实操手册 那接下来的七天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战胜拖延 第一天 拖延症我们都是完美主义者 第二天 这几个拖延背后的心理模式 你早该知道了 第三天 世界上存在拖延基因吗 第四天 你是如何变成拖延症的 第五天 战胜拖延 从了解自己开始 第六天 三个方法 帮你远离拖延 第七天 如何与拖延症相处 网络上 有一个关于拖延的笑话 是一个拖延症患者 对另外一个人说 我一直想要读一本 有关拖延症的书 学习一下怎么克服拖延 可我一直都拖着没去 有很多人都尝试过战胜拖延 有的人学习时间管理 有的人学习精力管理 有的人学习目标管理 可是到最后 人们总是会发现 自己的时间计划 目标形成 永远完不成 因为他们都会受到拖延的影响 于是人们告诉自己 算了 拖延症这个事 我是没救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底层逻辑 拖延是我们无法把很多事情 做好做对的底层逻辑 而拖延背后隐藏的心理行为模式 就是我们拖延的底层原因 针对拖延而去战胜拖延 只是治标不治本 针对背后的心理行为模式 去战胜拖延 才是真正的打败拖延 从下一周开始 三零五读书将和你一起踏上 战拖之路 告别拖延症 从拖延心理学开始 每一天 我们都在学着和自己相处 或许 对于很多的心理不足 我们不能完全地去克服它 比如拖延症 但如果我们有机会 多去知道它 了解它 那么我们是不是 也能少一些焦虑惊慌 多一些游刃有余呢 我是超羽 明天见 总是要等一笑 再等一笑 好像确定有很多个明天 好像明天一定不再拖延 却又沦为昨天的官方 却有一天一天的拖延 再拖延 总把希望拖延 拖到失望 再熬到绝望 日子 日子越拖越是迷惑 越岸然无光 总有很多想要理由 来自我安慰 后来开始心安里的 都无关紧要 别再说等一笑 再等一笑 其实不确定 有多少明天 难道明天你就不再拖延 一样乱为昨天的官方 还是一天一天的拖延 有拖延 别把希望拖到失望 别熬到绝望 别把日子拖到迷惘 别总不抱希望 别再拖延 别再给自己 这理由 别自我安慰 别再拖延 想想远方 还充满希望 希望 就请你别拖延 感谢观看